你這些沒有討論 沒有議決 沒有投票 那你這個怎麼叫做開會呢 所以張建中委員那天是致死 他的會議就無效 這個是很明顯的 違憲無效的一個會議 國民黨說我開的反而不算 他開的算 到現在還在講張建中委員的開會 馬上我說張建中破不得已 我先講這個已經見光了 然後大家都知道 這個應該當然無效 他還後言無恥 除了說有效 今天下午這個朝野協商 還可以堅持 是啊 還在講 這個意識處 已經把這個韓退到我內政委員 我就把他壓在那裡 我說誰都不能動 因為你是一個違法的一個會議 所以國民黨到今天校還在講說 要去院會表決 因為馬英雄 所以你意思是說 馬總統說要建學生根本是兩手策略 坦白講 摸摸頭 剛剛柯導演所講的摸摸頭 我聽你們的意見 講的有道理 那我們再來研究 那拖 看你們學生拖多久 對不對 我說坦白講 今天假如說 我們的學生 然後坐在那邊 政府沒有任何回應 那這些學生就解散回去 那這幾天來 學生一個努力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坦白講 我鼓勵學生應該要堅持到底 應該要達到說 學生的一個數字 現在 剛剛羅元講說 那我們就回到原點 我原來想法也是這樣啊 原點就是 有來擔任召集委員來審 國民黨不肯啊 他每天在講說 什麼沒有福茂 今天又找了幾個企業家出來講 說什麼沒有福茂 台灣會怎麼樣 現在就是沒有福茂 會怎麼樣 也沒有怎麼樣啊 會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 更何況你福茂已經簽了 當然有受損 有一些要有好處的嘛 那你到現在政府 對這些受損產業 有什麼救濟措施 有什麼配套措施 都沒有啊 你就叫人民 就叫我們國會議員 把這個吞下去 我死打死都不肯 所以我今天 我在這邊還是要 鄭重重的宣告 假如監督條例沒有過 在委員會 我就是不神 我作為國會議員 接受人民所托 我怎麼可以背棄 我們對於這個 我們選民的一個承諾呢 對不對 國民黨現在還在亂搞耶 丟到委員會 我跟各位保證 丟到委員我招委啊 另外一個招張慶聰 我排他也排啊 那輪到張慶聰 他來又亂搞啊 反正犧牲一個張慶聰 算什麼 張慶聰還是開會 然後案子又給他送到院會 所以這個爭議 繳這種違法亂記這種 背離人民的一種 這種 永無寧日 你 立法院怎麼審 對不對 他還不是一樣 今天30秒 明天40秒 慢慢唸 你總是有一天 讓他唸完 對不對 他還是這種 強行蠻幹的 代理法院把你處理掉 那 好啦 得排先不講 那這個是不是行政命令 講清楚吧 對不對 他現在用行政命令 被查案就過了 對 國民黨的如意算盤是這樣 假如沒有太陽花的革命 這個案子送到院會 列報告事項 准你被查 這個案就過了 一撕槌一敲 這個案就過了 就決定我們 這些400多萬的 產業勞工的一個命運 所以我坦白講 我們做一個 國會員看到這種 太陽花革命 我覺得真的是蠻感動的